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將為再度北伐 這個諸葛蛋啊 上了城樓啊 一直殺人 所以說呢 以戒軍心 可是問題是這剛好是讓 壽村城內的士氣再度下降的原因 這鄧愛 這個中會剛好就看穿了 諸葛蛋心裡在想什麼 於是下令功臣 果然啊 北門啊的首將 立刻就投降了 這諸葛蛋一聽說 北門的首將投降 立刻就帶了幾百人 要衝出這個壽村城逃命 可是沒有想到 撞上了一個衛國的將軍 胡憤 這個胡憤呢 手起刀落刷的一身 唉 沒有辦法 沒有像以前那樣 蜀 嗯 蜀國衛國打仗 像那樣張河和張飛打仗 那麼精彩 沒有辦法像三英戰禮部那麼精彩 刷一個回合 諸葛蛋就被砍了 這就是因為 為什麼 人們都喜歡看諸葛亮 在世以前的三國 那諸葛亮後面的三國 就是 嗯 少數幾個人 非常喜歡看 可是問題是大部分的人 都喜歡看前面的 因為前面的 都是 立刻就到了 一百多個回合 嗯 而且呢 這個鬥志 說的啊 諸葛和司馬鬥志 比江鄧鬥志還要精彩一點 就這麼一點 收視率全部都移到前面去了 嗯 收視率移到前面的原因知道了 那諸葛丹被砍了啊 那幾百個士兵 全部都被 狐憤的士兵啊 給 被抓了起來 這個時候呢 很多的五國的將軍都立刻 擺出了投降的手勢 說 諸葛丹死了 我們投降 我們投降 這個時候啊 本來 本來啊 有這個殺進城內的主義的魚群啊 被逼到了東門 王姬就 用槍指著這個 魚群說 大家都投降了 你還不投降嗎 你只有三十多個人 諸葛丹幾百個人都被抓起來了 你們三十個人能做什麼呢 魚群說 救人是我們軍人的職責 我們軍人如果沒有辦法救人的話 那做人還有什麼意義呢 說完之後 他把盔 他把頭盔給丟了下去 拿起了配件 跟這個王姬打了三十幾個回合 這是三國演義是這麼寫的啊 一下子呢 三十幾個回合過後 王姬的手一揮 立刻 所有的衛國士兵全部都上去 這個槍啊 全部都捅上來 一下子啊 把魚群和他的士兵們啊 全部都捅死了 嗯 這樣子呢 壽春城就沒有反抗的這個軍隊了 就這樣啊 壽春城破 司馬昭就問啊 司馬昭就問 諸葛丹投降的那 被抓起來的 這個幾百個人問 你們願意投降我國嗎 沒有想到這幾百個人啊 就說 諸葛公已經死了 我們願 跟他一起死 嗯 這個司馬昭他氣炸了 他說 好 沒關係 我再給你們一個機會 給我壓到菜市場去 這菜市場啊 立刻跪了幾百個人 那筷子手呢 筷子手有六 有幾百個筷子手 舉起刀的時候 都在他們的耳邊問三次 你們願意投降嗎 你願意投降嗎 然後呢 沒有想到啊 這三次 回答都是一致的 不要 不要不要 這個 筷子手呢 問完三次之後 刷一聲啊 刀一落 一下子呢 幾百個人 同時被斬 這個 諸葛誕呢 還是有令人 這個 佩服的地方 因為 他可以讓那麼多的軍士 無怨無悔的 跟他在一起 就這樣啊 壽村城 所有的勢力 都破了 司馬昭啊 聽了一個叫做 裴秀的心腹的話 說 裴秀就跟司馬昭說 司馬將軍 我勸你呢 把吾國這些將軍 全部都放回去 嗯 說的對 因為吾國的將領 有很多家人都在吾國 他沒有心思跟我們打仗 沒有心思為我們打仗 好 就放他們回去吧 果然呢 有一些誤國的將領 被放回去 但是呢 有一位 將領啊 有一位將領 叫唐茲 嗯 唐茲呢 他立刻就 撤了回來說 司馬將軍 我願意再度投降 拜託你收留我吧 司馬 司馬昭啊 就這樣子收留了唐茲 這個時候 邊官又有急報說 不過 姜維又來進犯了 後天啊 司馬昭說 姜維這個傢伙煩不煩啊 敗了一次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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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怎麼樣啊 這個 邊疆的太 的 邊疆的強領兵就說 可是問題是 已經 死了兩位將軍了耶 死了兩位 嗯 姜維這傢伙果然厲害 我們還是班師回朝吧 鄧愛會好好修理他的 鄧愛真的可以好好修理姜維嗎 請接下來分享